大家好,我是佐叔 张维利肯·乔安娜的阿凡战这次是正式官宣了 时间就定在了6月11号的UFC275新加坡战 这位合作平台权益回报的一部分 这次UFC将苏州赛首次放在了东南亚 阵容配置虽然偏向于亚洲观众 但时间上还是主要招呼北美地区的金主爸爸 关于这场阿凡战 之前有记者建议设置为五回合制 白大拿表面上回答很感兴趣 但根据MMA媒体人达蒙·马丁透露 这场比赛最终还是会以三回合制进行 至于原因有两个 一是咖位不够 二是因为精致的资本家舍不得花钱 这点乔安娜也证实 UFC并不愿意为这场比赛出五个回合的出场费 大家觉得主要原因是哪个呢 至于将来回合数会不会有变动 也会给大家持续的追踪 WBC重量级拳王泰森复里 在6回合TKO挑战者迪利安·怀特 第二次成功未免拳王金腰带后 对线赛贤承诺正式宣布从职业拳击退役 不过TKO在赛后将现任UFC重量级冠军铁选拿根诺 拉到了镜头前 一起公布了自己退役后的劳钱计划 从看见上来说 无论是TKO还是拿根诺 都代表了各自领域组织最强战力 但两种不同的战力相遇 在拳击和MMA混合规则 以及佩戴MMA分子拳套下 大家觉得谁赢的可能性更大呢 另外UFC的薪酬问题 一直是各位拳手将矛盾对准的焦点 而泰森弗里早在去年年底 就开始怂恿非洲老铁出来挣大钱 不断在各种场合为这场比赛造势 早上复合当年 美威色和KONNA加值6亿美元的金钱大战 但目前的情况是 只要铁血在UFC一天 白大拿至少不会轻易的放人 因此要么铁血真的离开UFC 要么就跟当年KONNA一样 拿出一半的钱先上供给UFC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 又到了断腿泡泡回归的季节 不过KONNA的回归战到底怎么安排呢 目前KONNA是叫正了当今PC排名第一的乌斯曼 虽然看上去这场比赛有点扯 但作为白大拿的轻跌 资本家为了票房 为了赚钱 只要银子到位了 让鬼表演一个推磨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红内裤之业 这种比抢银行还轻松的买卖 乌斯曼也有钱不赚 那真的就是王八蛋 不过热心肠的乔罗根 一直在为KONNA的这种自杀行为 都安抚劝导工作 如果KONNA wants the most chance of success I would say fight a guy who is a little below championship level maybe a guy on the come up who like KONNA has an advantage over but it's still a competitive fight give him a test but don't put him in there right away with Usman but I think honestly like when boxers come back from a long layoff and they come back from a loss one thing that boxers do that's smart is they have a tune up fight tune up fight I think there's a reason why they've been using tune up fights forever like a stoop managers the best pass success is like the cowboys fight no disrespect the cowboys but that fight turned out to be kind of like a warm up fight 在之前的这期视频中 其实也聊过这个话题 即便是给KONNA这场比赛 首先以现在泡泡 摇缠万贯的爆发不形态 很难说 会不会再像当年穷小子时 一样拼命 其次是离开了最适合的雨量级 KONNA的技术 臂展优势也掉了一大半 贸然选择跟乌斯曼这种无解的选手兑现 KONNA的行为跟制裁没有什么区别 最后也是KONNA团队目前最大的问题 八家致富后的KONNA身边就已经没有了 真正敢指出KONNA问题的建成 这样就让KONNA一天天在追捧中迷失自己 种种因素来看 嘴炮KONNA目前最适合的 还是选一个有热点有名气 但迎面又不大的对手 适应过渡一下节奏 先恢复信心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觉得谁会是最好的人选呢 上次视频跟大家聊过 赛胡多在UFC273之后 当即宣布普渡 打算为韩国僵尸和彼得炎报仇 双线作战 对阵雨量级冠军大帝和土量级冠军影帝 实现真正的三光王 赛胡多的经纪人阿里 赛出一张与UFC官方会面后的合影 也证实了这一猜测 赛胡多第一个目标 已经瞄准了土量级冠军斯特林 虽然斯特林看似稳了一批 不知道会不会实责黄鹏牢狗 Henry Cejudo also tweeted 他今天就在试试室里 是那你愿意义的战斗吗 如果他再准备到135 我愿意义的 我觉得Henry是一个困难的选择 他是一贵 他是一贵 当困难的选择 同样的选择 他会有那种感觉 他会把他的口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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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把他比较难的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斗 但如果《Muppet》要回来 《CCC》要回来 如果《CCC》要回来 到CCC 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 Henry Cejudo get back in that pool we can talk